艾滋病不是有一个早期筛查吗 也提倡要检测 说为什么要提倡检测 其实提倡检测呢 有两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方面呢 就是因为艾滋病的人群 真的现在是发病率越来越高了 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 艾滋病感染者存活率呢 达到了75.9万 而当年呢 又重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 因为检测发现的嘛 就突破了13.5万 想一想 是不是艾滋病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呢 而艾滋病人也不会在脸上写着 他是艾滋病 而且国家呢 还有一些保密政策 对于艾滋病患者 我们还不能不经家属同意 或者不经本人同意 把信息传播出去 所以说我们的周围也是比较危险的 而不是像过去我们说 啊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安全的 如果说我们有很多艾滋病患者 他也能够节省自好 也能够注意到这个传播的点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安全的 但是他有的人 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 或者是艾滋病病人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 它叫艾滋病病毒 那么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 HIV阳性是查到它的抗体 阳性就说明它是感染了 艾滋病病毒了 HIV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我们早期发现 我们可以虽然是艾滋病 它很难治愈 但是它是可以治疗的 所以呢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艾滋病这个病毒 我们为什么要让提倡很多的人群 要早期检查呢 检查在社区当中快速检测的这个点呢 我们叫筛查 筛查出来阳性 还不能确定它就是艾滋病 还是HIV感染 因为它有一个窗口期 比如说在4到12周的时候 可能是阳性 而且呢在4周以内呢 它可能就是阴性 大家能听明白吧 有假阳性假阴性 也有呢我们所说的被忽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提倡大家要做检测 而且检测完了之后 也不能高枕无忧 如果说你没有高危险的性行为的话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是如果你有高危险的性行为 一定要在4到12周啊 进行两次检测 如果说在12周以上 中间你又没有一些高危险的行为 或者是也没有出现过 跟艾滋病或者确切的艾滋病人 有更亲密的接触 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性行为啊 就是高危的性行为的话 我觉得在12周以上超过窗口期 如果你还是阴性的话 才可能诊断 确定你是一个阴性 而且呢 艾滋病这个感染过程当中 1000人当中啊 就可能有一个人感染 同时呢 在100个艾滋病患者当中 有90个人有可能就是 或者90人以上 就是高危的性行为带来的 所以在此呢 还是要呼吁大家 做艾滋病的检查 非常有必要